这个转票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明天国际版要改版的 防具觉醒的内容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到底要觉醒哪一套 那当然我们先提前来带大家看一下 看人家摆明榜都穿什么 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指标 因为有钱人他有的选择 那他有的选择自然呢 他就可以 去过滤掉他不要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要 大家去看摆明榜这是最准 那这是第一名雨果 你可以看到他觉醒的是这一套 那防具觉醒一共分为两套 然后其中有一套呢 是那个 起死回生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名他用这个 那 再来看第3名 第4名好了 看法师他用什么 这一套就是 类似回血流派在用的 然后他这个就没有起死回生了 因为我本身有玩法师 所以我很清楚这个色彩 色调 是第几套 那我会建议各位用黑色的 有一个比较深色的那一套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的样子 建议各位先结询这一套 我个人玩过韩版的法师 所以我知道说 这一套是有起死回生的 然后防具觉醒就是只有两套而已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要怎么选 没有那么难选 最终就是两套 一套给宠物一套给自己穿 那至于你以前以后怎么选 其实 都没有那么 严重啦 选错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觉醒 的话我再看一下 觉醒的碎片它是以25 35 觉醒10啦 就是你要先觉醒起来 你要25颗 然后35颗 50颗 75颗 他就这样算出来的 这个也是用黑色的 黑色应该不会差太多都是起死回生的 那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人家的百名榜 现在是穿什么 看一下第三名 这攻击率已经到70万了 蛮厉害的 这超好笑的 这样打 他是用黑色的 黑色这一套 这是大概人家半年后的进度 那没有太多钱的玩家 我会建议你直接参考一下半年后的进度 你才不用变来变去 都用黑色这一套 安妮卡可以说都是用黑色那一套 然后再来看第二名的云果他用哪一套 他都用这一套 再来呢 看一下卢卡斯他们都用什么 他用的是 这一套 那因为这个没有具体的名称 就是说那个翻译 随人家怎么翻 主要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你们 先记住他的颜色 明天 一改版就可以直接选择 当然我觉得第一天你们应该没办法选 反正 他要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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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4个25 你要100颗 没有那么简单 弓箭手他们用这一套绿色的 法师的话你会发现他有人用第1套有人用第2套 没有绝对答案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起死回生那一个 复活的技能很好用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一定要 去选那一个会比较好 因为我没有选那一个所以我稍微后悔 我是选这一个为第1套 那我这一个已经全部加10 那现在是在弄第2套 第2套在这里 黑色这一套 这一套就是起死回生的 然后呢你如果觉醒到第7的样子会有 第3个珠宝 凹槽可以插 再把它装一颗上去 所以第1天没有那么简单啦 要集100颗 没有中颗的玩家是达不到的这种水准 然后这次呢 国际版他改版他只开了120 你看这一个韩版他直接就当时一开就开到 199级 而且韩版当时在开是 第1周 开100级 从90级跳到100级 然后 过一周就直接再开到199级 那个进度是相当惊人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永恒迷宫 他那个翻译叫永恒迷宫啦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关卡的战力要求 如果你 明天改版你打不到 你打不过这一个 那可能真的是 非资深玩家 那也不用太 太担忧 你就来这个item这里打 item这里一样会掉这个碎片 只是他 比较少 但是 积少神多 这里 就一定打得过 37万的战力就打得过 然后呢 有很多人一定会去挑战 2-10 这2-10是相当难打 你看这个是50 60 我这边没有打过去 因为我发现 我只要一直狂扫 1-10就够了 所以我不用刻意去 一定要打过 那个2-10 就并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如果真的打不过 至少你到这个2-2这里 你打不过2-10的 你可以来这边刷2-2 但是我后来算一算我发现还是1-10就够了 1-10的那个 碎片就超多了 然后他给的是 武器的珠宝 然后外加那个觉醒碎片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防具觉醒碎片 然后 这是因为最近有开饰品 碎片所以他才又追加这个饰品碎片 这一个是那个开宝箱 就是你登入那个宝箱时间到会 给你东西的那个 盒子而已 所以这也没有很重要 那照这样看起来呢 明天不会开新等级 那新等级分别有 1234 4个 100级 110级 诶100级120级 然后 130级140级 他是这样排过来 那大家 带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站立 40万47万 这很轻松就可以过了 然后再来是这个 45万 54万 这个也很轻松就可以过了 这个比较困难 这53万 你一定要带 最好是带个那个玛瑙来打 反正这不限时间嘛 你就带玛瑙来打这个关卡 会比较有利一点 然后这个就20几万而已 这就比较轻松 当然韩版跟国际版 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那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封印的话 人家是拿什么装备 所谓的封印 守护封印人家拿什么装备 就是在讲 你PVE要拿什么装备 刚刚讲的是PVP拿的装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 PVE他们都穿什么 他们要用这个 旗子回升这套 那再来看第2名 这都是法师 看一下第2名的法师又穿什么 用第1套 所以第2套第1套都有人用 诶 诶 这个是混搭 他是用混搭的方式 可能他资源不太够 其实 PVE最关键的是那个快速武器 至于你的防具怎么穿到是还好 这个快速富有技能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 所以照这样看起来PVE是 其次 并没有说一定要 搭配怎么样的防具觉醒 那我再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制作的 需求 来看一下这里 一样他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样跟那个 武器的觉醒是 500颗 点一个不朽的防具进来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个 饰品 觉醒的碎片 饰品是直接用金币就可以换 就不用再吃那个饰品不朽 这个就是饰品 他直接用金币50万就可以 换一颗大盒 这样就不用担心说那个RED 又要再去刷很多 饰品来给他合成不朽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以上就是饰品的 觉醒还有防具觉醒的介绍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